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波波归国难桥 在兴隆华侨农场安家过户 他们怀着建设家园的热望 披荆斩棘 开荒啃植 留下一串串感人的故事 这三位老龟桥就是农场的退休职工 见证了农场数十年的发展变化 闲暇时 他们常结伴到城市馆走走 重温当年激情燃烧的艰苦岁月 杨基水 1951年4月 随父母从马来亚回国 被安置在广州的招待所 10月13日 在难桥处干部的带领下 来到万宁县境内的兴隆 当时同来的马来亚龟国难桥 共756名 这是兴隆的第一批龟桥 当时来到兴隆 也人是寥寥无几 比较荒芜 镇上的山旗啊 什么都还有 山马黄啊 那个街道上呢 都是茅草房 只有两间临时瓦房 当时呢就是 飞来是副住主 还不是新农农场 副住主呢 当时带我们的是陈宝奎 现在还在 大概有九十多 将近一百岁了 当时安置我们是这样子的 就副住主呢 是多家人就在洋疗 那边有一间房 就茅草房 我们就住在那边 就自食其力 就是自己开房种水田 当时还没有经济作物 大概过家 拨给我们不到两块钱的 就拨到两块钱给我们 当时叫两万元啊 就是等于两块钱 生活呢就是说 也比较艰苦 那个年代 龟桥们看着眼前的荒凉景象 内心十分失落 但他们没有退缩 而是下决心在这片荒芒之地上 开辟出新的家园 没过多久 他们盖起两排茅草房子 用来做集体宿舍 每间宿舍可居住四十多人 一个房子大概有四十米长 宽八米 用茅草做的 里面呢 我们一家一家人呢 就是 纹帐就是墙壁来的 纹帐啊 中间呢 就是我们跑道 就吃饭 在里面就一家一座 一个小桌子啊 就在那边吃饭 当时我们还是小孩 五八年以后呢 就不有用那个 砍那个柱子啊 拿来围 一家一户围起来 安下简陋的家 龟桥们就投入到 建设家园的劳动中 那是一段 置风沐雨的艰苦岁月 勤劳进取 顽强拼搏的华侨精神 在这里绽放出 绚丽的光彩 今天 杨金水已年于古兮 作为兴隆的 首批龟桥之一 他亲历了兴隆 七十余年来 从无到有的变化 我当时是在五六年 五六五七年造的 这个是我 当时也只有 四十一岁左右吧 这个是我大姐 这个二姐 这个是我大妹妹的 这个你就是下来第二个妹妹 这个最小的妹妹 现在都六十多岁了 当时在海外家里面的生活 我父亲是做山工的 我妈妈就是国教的 当时你就是靠就在山上 你在就宾城的那个大山脚 那边住贴皮屋 当时回来的时候 然后你就因为生活 你条件相对又比马来亚 减苦一点 因为我们刚解放嘛 所以他也不太适应 物质就比较不那么丰富 但是农村有养的鸡蛋啊 亚蛋啊 这些有就几分钱一个 当时我还是小孩 大概五三五四年 就在新隆街上啊 人家用那发生油炸那个鸭啊 哇 很香很好吃 就多少钱一个你知道没有 才五分钱一个 那个鸭鸭皮那肥天啊 鸭腿呢 也就是一毛五到两毛钱一个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兴隆的物资匮乏 龟桥们生活艰难 却没有忘记对孩子的教育 1952年 他们在太阳河西岸 办起了第一间茅草藤学校 当时年少的杨金水 一面在学校学习 一面参加生产劳动 挣工分补贴家用 五四五五年就是管福焦 五八年开始就种点橡胶 那时候我们小孩就带二十多个人 都是也是包干的 有任务的 叫做半工半读了 半天读书半天劳动 那么有专门管我们的生产队长 我们做什么工呢 就是种汉菇啊 种木薯啊 种番薯 到五八五九年 那时候就管理橡胶 就残草之类 桂桥们凭着坚定的信念 建设新家园 荒山很快就变成了凉田 遍地都是香茅 胡椒 咖啡 橡胶等金字线 随着新学校 火炬厂 香茅厂和钻瓦厂的相继建成 新龙建设初具规模 1956年2月1日 新龙华侨集体农庄 正式更名为国营新龙华侨农场 新龙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59年底 印度尼西亚出现排华浪潮 同年12月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 在致印尼外长的信中 提出解决印尼华侨问题的建议 准备接待安置 愿意回国的印尼华侨 新龙华侨农场 作为最大的安置基地 在接到安置印尼华侨的任务后 全厂职工立即投入 接桥的准备工作当中 1960年3月10日 第一批印尼华侨抵达新龙 其后一年内 新龙总共安置了 2035名印尼归难桥 这个照片是我回过前照的 这个右边这一个是我本人 这就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父亲跟母亲 我当时是九岁了 小学的度了三年级 要进入四年级了 那么我在印尼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跟我回到祖国 那肯定是有差别的 印尼本身就是一个资本主义 制度的一个国家 当时的物资还是比较丰富的 老人名叫林池强 1960年跟随父母回到祖国 被安置在新龙华侨农场 如今已在农场生活了六十余年 退休后 林池强时常到新龙各处走走 看着亲手建造的美丽家园 回忆当年的回国经历 老人感慨万千 当时这个轮船大家知道 比较老实一点的 还是租外国的轮船 那么在路上飘 我估计差不多是 计算者也差不多一个月 可能二十来天 飘洋过海 当时你说小孩 他也很激动 我没有回祖国 回灯刷 就回唐山 很激动的 每每一开放 不是随便都可以到甲板的 大家就很高兴了 集中在甲板上 看海什么都有 那心情是很激动的 就要回唐山 我们也不懂唐山 设计情况怎么样 只是看图 看那个影片 很激动的 在海上漂泊数月后 回到祖国的林池强一家 几经辗转被安置到 兴隆华侨农场 农场的老龟桥 对印尼龟桥十分热情 很快就将他们安排到 农场的各个生产队去 还把职工宿舍 腾出来给他们居住 这让初来乍到的印尼龟桥 感激不尽 类似这种的这个宿舍 这个就是老龟桥 就是五几年回来的人 然后他们腾出来 安排我们叫做新龟桥 我们住在这样的一个房子 中房 一家人七口人就住在一个中房 那肯定也就是三十平方米都不到 可能二十来平方 在那个年代 印尼龟桥绝大部分 被安置到华侨农场 大人们到各个生产小组 从事生产劳动 孩子们到学校读书 可印尼龟桥 大多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 必须从零开始学 这突如其来的落差 使许多印尼龟桥 感到措手不及 有的人根本都没有 这刀劳动锄头这些都没有的 工具没有的 就是小市民 哪里会有接触这个 跟着很不习惯 印尼龟桥普遍都有这个现象 就在那 这个海外都是属于一种 小姐身份 Nonia 印尼人叫做Nonia 就是小姐太太 那么他们都是小 这个小商小贩 哪里有去拿根做 没有的 都不习惯 反正印尼龟桥肥来都没有这个习惯 很不适应 做不了 怕太阳晒 能慢慢过渡慢慢过渡 就拿低工资 低工分 用工分的 拿工分 你拿不到一天 拿不到一块钱 你都拿六七毛钱 他用工分来计算 在林池强的印象里 初到新龙的印尼龟桥 先是跟随着农场老职工 到各个作业区参加劳动 向他们学习各种生产知识 然后慢慢地融入到农场的大家庭中 1962年 自由市场开放以后 新龙的物资逐渐丰富起来 农场的消费社 成了大人们日常消遣的地方 也成了孩子们最向往的地方 我们最小时候 很可怕吃到一个肉包 猪肉包子 猪肉包子在当时 不是都随便可以吃的 要买天天吃也吃不起 偶尔久久买一点 偶尔久久买一些来吃 不是经常都可以 因为当时生活 这个水平比较低 那么你到这里就是要拿钱去的 所以你要吃一碗米粉汤 都很适次的 米粉汤 大概就是一毛钱到两毛钱之间 你要是吃一毛钱就没有肉的 两毛钱的就稍微有几片肉 随着时光的流适 印尼龟桥逐渐成为生产能手 农场也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1969年秋 农场为了发展橡胶生产 决定安排生产队 开垦山林 次年初中毕业的林池强 响应农场号召 随农场的连队驻扎荒山 每天早出晚归 开垦橡胶园 那是比较艰险的 包括这个树林不是很平坦的 有山丘 有高山 有大树 要砍发以后 地也不是平平坦坦 都是黄土 它都是很多石头 我们就在石头缝里面 除头除不到洞 我们就打洞 用那个铁锹打洞 打了洞就放炸药 就炸出一个洞来 才能够种橡胶 那个生活是很艰苦的 我们年轻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吃饭有时候都没菜 刮风下雨 就吃那个南乳啊 就那个送饭吃 那是很适次的啦 有时候吃酱油 酱油淋饭吃 拌饭吃 没菜啊 下雨天啊 有时候这个生产队供应不上 那就吃这些 也很艰苦的 那个年代 开荒工作十分辛苦 但龟桥们不畏艰难 勇于拼搏 创造了非凡的成绩 1977年 兴隆华侨农场 开展万物橡胶园 高标准化大会战 更是改变了 更是改变了农场橡胶管理的落后局面 如今那一株株硕大的橡胶树 连年成片的橡胶园 就是龟桥们的辉煌战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在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热潮到来之际 兴隆华侨农场又先后安置了大批印枝难桥 从1978年3月到1979年底 共安置印枝难桥五千七百二十人 这些印枝难桥大多居住在中越边境的山区 常年从事农耕勤苦耐劳 他们的到来为农场的发展增添了新力量 各教生产是真的越南龟桥是主力进来的 是实在农场的发展的各教虽然重 包括当时还没有开发出来的那个皇帝 也是回来的时候也开发不少 主要是各教生产方面 王顺书是一名越南桂桥 1978年因为越南排华随父母返回祖国 被安置到兴隆华侨农场 当时他才13岁 多年来 王顺书在农场参加生产劳动 开荒 割椒 种植等样样不在话下 一晃数十年过去 回望当初激情燃烧的岁月 王顺书仍然激动不已 这两张照片就是我们当年在玻璃湾打隧道的时候 两百六十米隧道隧道就是出口 隧道出口了 这个风墙手的它打隧道的时候必须要用转墙 但是转墙的时候还很少的 这个肯定是主力的 这两张照片是兴隆青年突击大队 在玻璃湾开通电站输水隧道的情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为了解决兴隆华侨农场发电和灌溉的问题 加快农场发展步伐 经厂领导讨论研究 决定在当地建立一座中型水库 沉香湾水库 这也是龟桥们口中的玻璃湾水库 在当时水库的建设是一项大工程 这个水库当时就讲回来是很辛苦的 包括我们的龟桥子弟 都是用手用人推出来的 用泡炸那个泥出来以后 用车推出来的 当时机械化很低 这些石头是我们农场的子弟 用那个锤出来打一锤地打出来的 1982年10月 兴隆华侨农场集中四千多名干部职工 及两千名外地民工 展开沉香湾水库大坝建设大会战 一连数月 人们日夜奋战在大坝工地上 首推车在泥场与大坝之间来回奔跑 1983年4月终于完成蓝红断面 安全度过洪水关 至此 陈江湾水库大坝建设会战胜利结束 兴隆华侨农场跨入新的发展阶段 如今 七日的荒山野岭已变成美丽富饶的龟桥家园 几十年的风雨兼程 几十年的艰苦拼搏 几十年的沧海桑田 龟桥们把沸腾的青春献给了兴隆的山山水水 在荒凉的大地上谱写了家园建设的壮丽篇章 7月12日 海南省技师学院与泰国和爱 曼谷海南大学等多地视频连线 在线上线下 共同举行 一带一路 汉语家高技能人才 学历生项目 首届国际班 毕业生典礼 继海南大学国际学生生源基地挂开一事 国际劳工组织 中国技能开发项目主任刘语彤 泰国国光慈善学校校长林木华 泰国海南会馆会长福祥吉 副理事长吴清乐分别发表课词 向首届国际班顺利毕业表示祝贺 毕业典礼商 海南省技师学院通过线上视频的形式 委托泰国会场领导 代表学院向泰国班学生 颁发毕业证 随后还举行了海南大学国际学生生源基地受害一事 此举开创了海南省中职学校与一流大学 携手培养国际生的先河 海南省人社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林林 对首届中泰国际班取得的出色成绩给予肯定 希望学院开拓国际交流与合作渠道 加强与国际劳工组织 泰国相关单位等多方联系 高质量法道留学海南新品牌 促进中泰文化交流与发展 海南省技师学院院长施磊表示 泰籍同学们通过线下和线上的学习 了解中国文化 熟练掌握汉语 旅游管理专业知识与技能 以优异成绩 圆满完成学业 多名同学被中国知名大学泰国高校录取 并获得奖学金令人欣喜 今后学院将不断拓宽国际高技能人才培养渠道 努力打造一带一路区域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 和留学海南新品牌 据了解早在2019年 在海南省桥连千线上 泰国南部华文名校联谊会 泰国博光中心孔子学堂等六所华教代表 访问海南省技师学院 就联合开展一带一路 汉语加泰国高技能人才学历生培养项目进行交流 如今 一带一路汉语加高技能人才学历生培养项目 取得实质性成果 是海南省技师学院发展历程中 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突破 海南省技师学院将继续致力于打造 东南亚区域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以实际行动想要国家一带一路 和海南创办国际教育创新党的伟大战略 国际劳工组织 海南省人社厅 海南大学 雄台师范学院 海南省技师学院 海口市桥连 泰国海南会馆 泰国国光慈善学校 泰国南部华文名校联谊会领导 以及外派教师代表 和2022届中泰国际班 泰籍留学生及家长出席 线上线下活动 温柯 这就是 env món店 救援 尽商 线下活动 温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